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那公司是个互联网公司 公司挺好 公司挺好 那为啥我要离职呢 就是当然是我的问题 我不会上班 我不太会上班 就是到现在了 我连他们说话还是听不懂 我当时入职之前啊 我以为什么这种互联网黑话 我想着我查过了 什么赋能闭环抓手 哥们懂 哥们查了 进公司第一天 领导给我发信息 让我交个报告 我发了一个报告截图过去 领导给我回 他说毛东 你这个报告 写的颗粒度不够细啊 我说颗粒度不够细 颗粒度 这什么意思 我说领导 你要不点一下 左下角那个加载圆图 你iPhone4S该换就换吧 赚这么多钱 你得花呀 有一次开会 同事在那说 他说咱这两个项目 砸偶合 我说什么偶合 砸什么偶合 我说我们老家上坟才砸偶合 我当时是真的没听懂 而且我不知道为啥 我脑子抽了一下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 我说我也喜欢砸偶合 我说到一半 我就知道我理解错了 因为当时同事 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对了 但我不知道为啥 就那一刻 我不是很想承认我理解错了 我不想丢人 我就硬撑着 把那句话说完了 我说我也喜欢砸偶合 你们喜欢砸偶合吗 我去买个砸偶合吧 当时我回家 真的行李都收拾好了 准备回老家了 就是尴尬的要死 后来这个事 大家没有提 但我不知道为啥 传出了很多版的谣言 有些人说毛东 好像有点问题 上班的时候 就狂吃砸偶合 有些人说毛东 在开会的时候 把领导打了 有些人毛东 拿砸偶合 把领导打了 就是这些谣言很荒谬 我觉得好像很成问题 但更让我惊喜的是 就这个事之后 我不知道为啥 同事 对我尊重了很多 就是连领导 当我工作做不完的时候 他都不骂我了 他都会劝我好好休息 然后眼神中 带着那种对病人的关怀 就是我不知道 在座有多少同学 什么同事是上班的 对吧 如果你要是在职场里面 有人欺负你 你不开心 你真的可以用这招试试 就是别人觉得 你不正常的时候 他就不敢招惹你 比如说 您的领导贵姓 姓王吧 比如说 比如说王主任 王主任就天天欺负你 你就不开心 你就可以趁着王主任 在茶水间喝水呢 你就过去跟他说 王主任 我想摸你的头发 只是简单的试探呢 王主任 然后说完你转身就走 不要解释 不要解释 说什么 说什么无所谓的 说什么无所谓 主要是状态 王主任在那儿喝水 拿杯水过去 王主任 Cheers 今天也要加油啊 王主任 就是不要解释 很好使 对吧 如果没有人 没有人欺负你 也没关系 如果没有人欺负你 甚至可以预防性的 Be crazy 在周三下午的办公室 都很平静 这时候你突然站起来 拿起你的笔记本电脑 开始唱 狮子王里面那首歌 就是你最好自己唱和声 好吧 就是不要找同事配合你 会显得点刻意 唱完之后 你就坐下 继续干你的工作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跟你说 这个事你干完之后 当然王主任 跟你同事会觉得 这人好像有点大病 但是他们大概率 不会再惹你了 对吧 总而言之一句话 只要够勇 有恃无恐 只要够风 海阔天空 谢谢大家 我是猫东 谢谢 猫东 按照规则遗憾就止步这里了 那你最后这一段 深得大张维老师的血 对对 太来劲了 莫名其妙 好 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有什么要说的 之后再说吧 之后有机会再来 咱们每年进步一点点 好的 谢谢猫东 明年再见 就是又进步了 我感觉 就是能跟这么多演员 同台竞技挺重要的 因为平时没有这么多 集中的机会 可以跟大家学习交流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好的 掌声欢迎 程顺一姐 来 老师王 我是雷厚伟 我们是 橙色玉景 很多人 去年看了我们第一轮淘汰的那个表演 也问我们为什么叫橙色玉景 其实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橙色 没错 他们一些特殊的经历呢 就经常跟玉景打交道 我是坐过牢是怎么样的 没有 我之前看到我们侦探片 比较有带路感 侦探片我也特别喜欢看 对吧 我觉得福尔摩斯真的很厉害 是啊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人 英语可以说这么好 废话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特别想演一个侦探 我帮你圆个梦啊 什么意思 我陪你演一下 我特别演个侦探嘛 可以吧 可以啊 神探第一集 Action 你好 我是神探刘宏伟 你好 我是凶手 你好 凶手不要出来 你演个什么探长之类就可以了吗 我是负责本次案件的玩探长 你好 我是神探刘宏伟 周围是本案的凶手 太好了 抓到了 翻案那种剧情 探长 我认为真凶另有其人 英雄所见略同 周围才是真凶 也抓到了 我要破案 周围是本案的死者 手机钱包都在 说明不是谋财 身体表面没有任何伤痕 非外力之词 呼吸强而有力 说明他没死 他没死啊 我要个死者呀 但是他结婚了呀 结了婚又怎样 结了婚的男人跟死了 有什么区别 那你给我搞个离婚的呀 什么那些八道的剧情 不要演那种啊 就是经过我的抽丝剥剪 层层推理之后 然后破案了 不愧是你 哦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犯罪证据 什么凶手 很可能是个老手 这世间完全封闭了密室 那么很可能就在你我二人之间 我有着充足的不在产证明 那么排除你的先银 那么凶手 竟是我自己 我安排你 我是凶手啊 算了 我要验尸 帮我把法医找来吧 法医是吧 这位是陈医生 好 陈医生你好啊 这位是张法师 张法师你好 法师来干嘛 我要找法医啊 法医 可以替死者开口说话 但法师 可以让死者直接说话 起 啊 斩食 变恐怖故事了 你不觉得 恐怖故事也很有意思吗 你想想这种剧情啊 一夜之间 全家神秘消失 紧接着 7-11就占领了市场 便利店 是全家人神秘消失吧 一夜之间 全家人神秘消失 更恐怖的是 红旦旦的房间里 只剩下一张 欧洲旅游的对讲剧 没游去了呀 但7天后 并没有人回来 这可就恐怖了 原来是欧洲八日游啊 差一天回来了 你有没有看过恐怖故事啊 五夜凶灵你看过吗 首先 你会得到一个神秘的录像带 看过这个录像带之后 半夜就会有只女鬼出现在电视里 好可怕呀 哦 贝贝情话多说一点 五夜凶灵啊 是五夜凶灵啊 想我就多看一眼 别说了 看过这个录像带 会有个女鬼半夜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 喂 找你的 别给我呀 你自己接电话 喂 珍珍啊 好久不见啊 你们俩好熟啊 他是个鬼啊 鬼啊 鬼啊 死鬼 恐怖电话 真字打来的 真字打来的 喂 嗯 哦 他说的什么 他说的日语 我没听懂啊 给我听懂啊 喂 嗯 哦 他说的什么 他说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那一定是因为 我关心 破案了 不愧是你 不要再破案了 既然真子要过来弄死你了 那我得找人帮我 对啊 喂 王哥吗 王哥是靠谱的呀 我想买一块墓地呀 放弃了呀 就把他拼一拼啊 拼一拼 拼一拼啊 喂 王大爷吗 王大爷吗 我想跟你拼一块墓地呀 拼什么 你死了你知道吗 那我只能找那个人帮我 那个人 喂 麻烦帮我复活一下 张法师是什么 破案了 不会是你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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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 逃退了 谢谢大家